你每一次出去吃飯 他都這樣請全部大家的人 那其實這樣每一次下來 其實花費也很可怕 不知道為什麼出去會請全部的人 你們都不懂得等約會嗎 Hello 大家好我是KK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旁邊的是 我是老王 我們今天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好像 很日本的話題叫做 A字 不管是你A我還是我A 你還是大家互A 都沒有關係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個主題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要記得怎麼樣 按讚看小禮答 好啦你覺得AA字到底你有什麼想法呢 我們自己的相處 我覺得不能夠算 可能大家定義中的AA 我們沒有很明確的分耶 好像我們一開始認識的時候 沒有特別這樣的要求 或是說清楚 可是我們在剛消除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讓我倒帶回到 兩年前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 我覺得也沒有所謂的AA字啊 因為我只要是出去 基本上就是我都會讓助理先去門口結帳啊 是這樣嗎 只要出去都是我附帳啊 唉唷 好好神奇 好像我們是認真明確開始 有開始約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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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打開 我覺得他比較追 你有什麼想法 大部分都是我附帳 但是因為我不太會去care這部分 等到我們比較確認之後 他才會開始 欸這部分我來執行 是不是 你等一下 你會說我們是在交往的前期 都是這樣不是嗎 我們有交往 就是我不會特別去 一定要在吃飯的當下 就是說喔這個東西是你附還是我附 或是你這一次你安排了一個 一整件行程 讓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也覺得 大家相處很愉快 那下一次的行程 就由我來安排 對女生來說 我覺得還是給大家一個方向嘛 就是你怎麼去 決定要不要做AA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很多年輕人 他們就很執著在 這個男生有沒有幫我 做這件事情 就會變成是他們的care點 因為你是一個已經有社會歷戀 也有年紀 有年紀 對有年紀 有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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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然後那個AA字其實是 它是一個 大家把它往前來討論 就是因為我要講我的感覺 不舒服 然後那個感覺來自於 你有沒有幫我做些什麼 我現在也在回想 就是我如果是 大概兩年前 學生時期 畢賊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那個是覺得對方 有沒有很想為你做些什麼的感覺 就是你沒有這樣做 是不是不夠在乎我 因為你沒有表現得出很在乎我 想為我做些什麼 所以你才會跟我計較 然後這個計較就會把錢 因為錢是最好拿來算的嘛 應該說大家想要給這樣的感覺 就是 因為你計較 錢還是 欸我 這不就說我們現在年紀 已經到了一個成熟的狀態 對因為好像長大之後 你也不會 特別去強調說 一定非要怎麼樣的 欸這個就很清楚 這個喔 那這個我不付喔 然後什麼什麼 不是因為如果講這樣 就是其實沒有要在一起嘛 沒有要在一起 那也其實不用討論所謂的 欸欸欸啊 就是如果你要這樣嘛 或是我要怎麼樣 其實你們已經擺平了 沒有 它有階段性吧 剛開始大家還不熟的情況之下 那可能就是 欸大家各不各的嘛 那這也沒有不好嘛 沒欠誰嘛 對不對 如果說這個男生表現得出說 他很在乎我 他也很照顧我 那只是說可能我們的經濟能力 彼此都還沒有那麼好 這個部分我們要各自負擔 其實是不是就不會講AA字 他不會再放在那麼前面 我有問題 如果假設你現在是單身的狀態 你有很多一起出去吃飯的對象 大家都朋友 但是有個男生每次跟你吃飯 他都會幫你買單 男生有這個舉動 對女生而言 是不是大加分 我覺得這有一個大前提 就是那個大前提是 我覺得這個人有沒有進一步的興趣 如果說我對這個人是完全沒有想像空間的話 我會覺得是壓力 可是如果你會覺得你對這個人有興趣的話 你就會覺得這個是一來一往的開始 我覺得重點還是你喜不喜歡這個人嗎 你其實如果不喜歡的話 你也不在乎他為你做什麼 不管他做什麼就覺得有壓力 我覺得這個部分 它是有關到 都會被負擔的期 像是什麼 你每一次出去吃飯 他都這樣請全部大家的人 他其實這樣每一次下來 其實花費也 不知道為什麼出去會請全部的人 你們都沒有要單 就是在獨樂會嗎 請問你們在獨樂會嗎 我們就買單嗎 我們男生會這樣子 所以你會如果有獨樂就買單 有獨樂就買單 你看 那我想知道 現在男生在負擔的時候 心裡的想法是怎麼樣 我覺得男生就是我們的概念是 我跟女生去樂會 我們先不要去想說 會不會有為我們發生幸福 但是基於禮貌 我們還是會去做這件事情 喔 那女生拿錢給我們 就是OK 那我不一定收嘛 但是是不是心情會比較好 就是覺得 女生如果沒有做這件事情 她如果有給我其他負擔 我會好一點 那你會不會真的收這個錢 我也很好奇 不一定會啦 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那是互相在了解 對方的一個過程 那就是這一點是 先不講認真 要不要在一起喔 是不是男生會很容易上課 就譬如說 如果對方都是 每一次就是 你付錢 然後對方就會 女生就會白說 喔我也想付 但因為你不收嘛 所以就是再下一次 然後每次只要展現出說 我也想付 但是 沒有 第三次就沒有了 這招超好用 我超吃這招 只要女生肯付錢 我就中 因為我覺得她願意share 對我來講是 你願意分擔 不管說這個金額大或小 不管我收不收 但女生有這個舉動 對男生來講 其實很加分吧 我無曉得 實際上你覺得是加分了吧 就是她不能假啦 我覺得一切都在於 真實當中進行 什麼事都OK 所以這樣其實講到現在 你們不發現 A字其實是一個 感覺的議題嗎 他在講的是 你有沒有讓我感覺 感覺舒服 沒有 你動嗎 有有有有 動動動 我覺得 剛剛老師有提到一個結論 就是 感覺問題 對於男生來講 女生願意做一點 它是加分的 對於女生來講 是一種展現自己的 所謂的女力嘛 我不一定要靠男人 因為現在還是有這種 比較擾靠的男生 我覺得 啊 男生要照顧女生 但實際上女生 是可以很獨立自主的 女生是很獨立自主 特別是像老師這麼 有成就的人 對於他自己開公司啊 什麼被騙了一堆什麼的 對喔 就是 這怎麼那麼實在 我這個成就 可是無能人儘 你知道嗎 我們下次可以來聊天 我覺得A字 這件事情啊 其實雙方要的 都是一個被在乎的感覺 我覺得男生也想要被疼惜 因為 他想要知道的是 我做這件事情 是我想要照顧你 可是 對方 其實你要明確的 表達說 我知道你想照顧我的心意 所以我很感謝 然後另外的是 也會好好的傳遞給對方 講說 我在很感謝之餘 我有實際的行動 就是 我會珍惜這一份 你的這個心意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我沒有感覺到 我被好好的珍惜 接近你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對我不夠好 男生嘛 我覺得真的 就大方一點 對 買餐就對了 那當然我覺得很多時候 就是你大方 然後女生他看到你大方 基本上 他相對也會 接受度也會更 更大啦 藉由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如果未來你還是覺得 希望是可以 很明確的AA制 我相信 這有很多東西 他就比較容易 釐清的 那這樣子那個吃飯的精緣 大概是多少 是一般 如果是 以手男 以手男可以接受 就是譬如說 一頓飯多少錢 你不會覺得說 女生這樣過分 問題是 在這樣吃吧 五六千塊 可能要看 有經驗 有經驗 對我來說 我第一次都很大方 我覺得就 大家請吃 大家吃飯 不管是有朋友在 或是個人 我覺得 我都還是習慣 我會去買單 就這麼簡單 那我覺得今天其實 如果大家 對於Alice 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或是在不一樣的年齡階段 想要跟我們分享的話呢 也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講 因為其實今天我覺得 我們是分享我們兩個人相處的模式 那我們是比較熟齡了嘛 所以可能在我們這個階段 嗯?有什麼好笑的 水果掉下來了 我們今天是有年齡了 在這個階段 我們現在這件事情的想法是這樣 那當然也不見得失誘於每個人 也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分享 你們對於Alice的想法 那如果希望看到更多的影片的話呢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 記得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掰掰